肝臟在我們人體裡面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器官 除了我們要避免熬夜 飲酒之外 平常也要定期檢查 因為肝臟還是有可能 長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像這兩位名人 他們肝臟都長出囊腫 甚至有血管瘤 對 有些人都想說 反正這個是良性的腫瘤 有什麼關係 是沒有影響 不過有時候長得太大 也是問題之類 比如說以菜歸這個狀況 菜歸今年59歲 他形容說自己 真的到時候全身都是病 板肌質 肌腱炎 恐慌症 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幾乎都要帶著藥帶 心臟也有一些 二肩膜膜脫鎚 肌痛症 可是他覺得還有一個問題 是他說他有時候擔心 自己未來如果心臟突然停止 還不能隨便CPR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的肝臟 有一個9.3公分大的肝腫瘤 他說那俗稱的肝水泡 好像有些肝如果有像水泡一樣 那是因為這一顆太大顆了 他說你想想看 如果他突然是肩 你幫他做CPR 壓什麼 壓破了 他說一旦壓破 不是本來沒釋放 反而出事嗎 而且甚至這些 如果組織液流到地方去 甚至是不是刺激引起 什麼腹膜炎或什麼炎都可能 所以你看 雖然是良性 但因為他太大 還有因為他的位置 也是一個潛在的風險 另外月庭這個人 就跟他體質有關 因為大家本來想說 你現在看54歲 他真的保養得非常好 還是維持26寸的腰 他常年都在普吉島 他說他這一次回國 他就趕快跑去健檢 因為他先前其實就發現說 雖然他也不喝酒 然後可是他就發現 他肝臟功能是有點問題的 又加上他的睡眠不足 他前陣子就皮膚 開始長一些疹子 他想說我是不是長了皮舌 所以這次到台灣 第一件事就趕快去健檢 健檢出來就發現 他肝臟有狀況 第一個除了肝臟是長年發生 因為他好像有鼻肝的話 之後他醫生說 你可能長年都沒有控管 你知道你這個肝臟表面 都粗粗的了 可能有一些快要先回話 甚至那個 重點是你有血管流 他想說什麼是血管流 他說這個是良性的 但是還是要多注意 畢竟因為如果你有帶緣什麼 還是要持續控制 才好 我今天要問一下王醫師 以前我們說肝臟腫瘤 最常聽到有肝癌 肝癌 結果現在有囊腫 又有這個 血管流 這兩個是什麼東西 王醫師 我們肝臟是我們人體 算一個很大的器官 它其實在器官分化當中 有時候沒有分化好 對 譬如說它那個肝囊腫 就是肝水泡 就裡面是什麼 就是水 它裡面就是水 它裡面沒有肝細胞 它沒有辦法行 肝臟的所以四大功能 如果血管流是 那個地方的血管 不知道為什麼長得比較粗 因為血管裡面 其實肝臟裡面血管很多 它有肝冬脈 肝門禁脈 基本上它有其他血管就長得很大 這兩個重點是 它是屬於良性的 可是它的缺點是說 萬一你長太大 其實血管流長得不會比較快 它比較慢 但是那個水泡 有時候你如果長在表皮 它表皮才長得比較大 那你真的撞擊到之後 它有可能會破掉 所以基本上其實 但是做CPR 除非你是剛好長在上葉 靠近橫格 不然CPR要壓到肝臟 這樣的機會不大 反而是你車禍的時候 撞到 對 起摩的時候撞到什麼 撞到那個龍頭 或是安全氣囊爆的時候 其實這個反而有可能 造成這些破裂 那基本上其實說實在 那個壓力要很大 它其實不用太擔心 所以說健康檢查做個超韻波 就會告訴你幾公分幾公分 而且現在超韻波很敏感 常看到什麼 0.5公分 1公分 結果病人拿到之後 就開始很擔心 嚇死了 而且像什麼肝囊腫 我們說它叫肝水泡 自己說生水泡 你不要太擔心 然後有時候你跟老人家講 因為你看到字看不懂 而且寫得很複雜 因為就是癌症 其實不是 那反而有一些肝臟的癌症的話 要特別比較注意 有些什麼節節性的 長一顆 或是說它有所謂靜頓型 跑到旁邊去 或是屬於散漫型 那這個其實說實在的 有經驗的醫生超韻波一掃 那基本上你只要不是B肝帶原者 不是膝帶原的話 其實基本上 其實得到癌症的機會 在台灣是比較低 但是一個超韻波少 再配合一個 甲型太陽蛋白的篩選 其實可以讓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所以說其實反而 肝臟的檢查 只要抽血加超韻波 可以讓你了解很多 不要那麼的擔心 那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在台灣 都是很常見 就是B型肝炎跟腺型肝炎 他們最常導致的 就是所謂的肝癌 所以當你肝臟長的東西 你又沒有B膝肝炎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不用太害怕 大部分看起來可能就是水泡 水泡這個擺一輩子 它就是水泡而已 至於說蔡龜說 它不能夠CBR 我建議 如果你真的心臟停了 還是先CBR 心臟比較重要好不好 水泡破了就破了 有什麼關係 另外就是我們剛才講 那個血管瘤 其實它一輩子都是良性的 而且血管瘤 也沒有所謂的幾公分以上要開刀 可是有人會說 為什麼我以前說有個血管瘤 就隔了15年之後 就反而變成惡性的 我告訴你 它一開始就是惡性的 只是有的時候 我們在電腦斷神 或是一些檢查的時候 在照它的時候 沒辦法很明顯的區別 它是良性還是惡性 血管瘤 我們一般又不大願意去切片 因為血管瘤 顧名思義它是血管很多 你如果一切片 它很容易流血 所以一般血管瘤 我們不大敢去切片 我們只能用觀察的 只是基本上影像學去看那個 蠻準的 影像學判斷也是良性的 基本上你那個就是良性的 但是我還是講 不管是水泡還是血管瘤 還是要定期追蹤 如果它增長的速度 真的變得很奇怪的時候 還是要懷疑 因為水泡也有惡性的 血管瘤也有惡性 只是機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就來問一下吳醫師 肝臟還有有局部潔性增生 這又是什麼東西 是 因為肝臟 如果是呈現一種 慢性發炎的狀態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身體組織有發炎 就會去修復 修復就會纖維化 像纖維化其實在肝臟的構造裡面 會形成一個像結結狀的一些構造 那其實我之前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遇過一個病人 他是B肝的代源者 他每半年去追蹤 可是追蹤到最後肝臟就形成了 幾十顆的結結 那我在想 在超音波跟CT下面看起來 真的就是很像肝癌的樣子 可是他又比較均勻 他又沒有像那個肝癌這樣子 構造比較複雜 那所以後來還是請他去做切片 結果切片切出來 是屬於一種再生性的結結 所以這個很有趣 為了這個事情還去看一下文獻 然後他基本上他肝指數都沒有 沒有什麼異常 肝指數都是正常的 太陽蛋白也是不高的 但是就是在影像上面看起來 好像是幾十顆的腫瘤 那放在你的肝臟裡面 那所以說像這種 大概比較還需要注意的 還是他原來這個B肝吸肝的這個控制 那你要從這個時間到 當然有沒有可能他會來轉變成真正的肝癌 我相信還是有這個機會 只是說現階段我們就已經切片了 那切片也發現也不是 那其實連肝膽科的醫師都覺得說 這個很少見到 對 其實這個好像有時候 我們在一些女性 他使用一些那個調精藥 或是避孕藥的時候 他好像跟女性化膜是有一點點的關係 很多人聽到一些 以前我們在那個醫院的時候 很多人聽到肝臟有結結 他就第一個感覺是肝臟有腫瘤 然後切片我們跟他講說良性的 可是他每次看到這個 他還是會建議我們 他還是跟我們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給開掉 我們都跟你講 如果今天你被我們診斷式 像這個我們講的局部真正性結結結 他一輩子都不會轉成惡性 所以不需要去處理好不好 唯一要處理的就是 有的人實在是他硬在變大 就算是良性他也會長大 就像你良性的脂肪瘤 也可能長到十幾二十五分 他還是良性的 他真的變得很大的時候 有一些壓迫的症狀的時候 才需要去處理 所以不管是水泡 血管瘤 或是這種良性的增生 都請你定期追蹤檢查就好了 沒錯 因為畢竟肝臟是一個 無聲的器官 那我們平常可以按什麼樣的穴道 來做保養的陳醫師 我推薦三個穴道 第一個叫做奇門穴 奇門穴在哪裡 就是在我們的肋骨下 就是我們在乳頭下方的肋骨 有些人穿那個吊帶褲 吊帶褲 歐的那個地方 我是不是也穿過吊帶褲 剛好這邊 這個位置 當然我們可以用萬能的雙手 就在我們乳頭下方的兩個肋骨 肋骨的下方這個亂肋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這樣按 用萬能的雙手 如果我們以這個同仁的身上的話 就大概是這個位置 那它本身的作用就能夠 刑棄活血 蘇甘底肌的作用 第二個叫做 我們這個叫做肝魚穴 那其實這個叫做肝酥穴 如果這個我們以中醫的講 這個叫做肝酥 它其實有一個字叫肝魚 在哪裡呢 只有我們在肩胛骨 肩胛骨的下顏 肩胛骨就是我們肩胛骨是兩個 一個半顏形下肩胛骨 再下顏一點 那其實我們這個動作 很簡單 只要我們雙手 往上面稍微這樣摳一摳 這裡好癢 摳一摳 大姆哥摳 這個位置 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能夠按壓的動作 那這個按壓的大概一次是按壓大概 一次按個五六分鐘 那一次大概就是一天可以按個五六次 這樣的左右 這樣的話 就讓我們可以達到這個 酥肝降火 退火 清熱 刑氣止痛的作用 OK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竹山裡穴 竹山裡穴 竹山裡穴就看我們尾如的小腿 就像我們的膝蓋 膝蓋我們如果振作垂足的話 我們所謂的外戚眼 我們這個膝蓋的那個外 膝蓋的時候我們會有兩個凹窩 膝蓋外膝眼的下方的位置 大概四個指弧 剛才我們所謂的山村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竹山裡 那它是一個重要改善脾胃功能 而且補身體虛弱重要的穴道 是 養肝吃東西對東西也很重要 主廚教我們到護肝的料理 中醫認為肝只要好 全身的循環都會好 竹竹今天用豬肝來幫我們養肝 對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那個 養生的豬肝吧 以形補形 對 其實很簡單 我現在先把我們桌面上這個中藥 我都把它放在一個 類似像一個茶藥袋裡面 去把它燉煮 你燉多久 這有什麼特殊的技巧 其實我們就是把它放進去 燉大概一個小時 小火下去燉 但現在再把它重複加了 其實中藥的東西 尤其是藥膳高湯的部分 其實你再把它重複的 去把它做一個熬煮 它的香味 以我們做料理來講 我們很喜歡這樣 因為香味會更香 可是至少要燉一個小時就對了 燉好之後 你就把它泡在裡面 讓它味道更顯出一點 第二個我們要開始來做這個高湯 做這個豬肝 要去做一個拌炒 你看像我們這個豬肝 這已經有燙過了是嗎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筋膜的部分 一定要去掉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泡會有 嚼勁嗎 沒有 嚼勁 豬肝軟軟 沒有 因為它會比較有臭血水 你說血管在裡面 臭血水要去掉 你看我讓各位看一下 這是生的豬肝 我是一個剖麵 讓各位看一下 其實剖麵來講的話 就是我燙的部分 只有它稍微給它燙一下 不要燙全熟 半個小時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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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分鐘 半個小時後要過手 對啊 我想要不要一直浪掉 好 我們稍微去給它燙一下 筋要去掉 筋一定要去掉 稍微去把它沖一下 燙過之後再把它沖洗一次 另外我們在鍋子的部分 我們今天用砂鍋下去炒 稍微去把它放一點芝麻油的部分 去給它開大火 接下來我們用一些薑片 香片把它切得漂漂亮亮的 感覺起來就是很補的料理 對 放下去 放下去要把它做一個半炒 來 我問一下韋汝 等一下我們要做這一道是湯品 湯品 當然裡面有加了菠菜 菠菜豬肝湯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的對那個 滿滋補的 這兩樣東西哪樣要先炒 要先炒 兩個都不行先炒 因為豬肝也不能煮太久 對啊 這好難拿 來 你猜一下 因為我們要炒才有香味 先豬肝先炒 先炒菠菜 不會太老嗎 不會 因為其實菠菜 你先把它炒過之後 讓它把這個芝麻油的香味 吃到菠菜裡面 再炒這個豬肝 其實我們等一下在炒的時候 味道會非常好吃 而且冷氣力非常大 我們現在把這個菠菜的部分 放進去 先炒菠菜 把菠菜放進去 這個要做一個半炒的一個動作 你把它放下去之後 你也不用跟它拚命 稍微讓它再 剝一剝就好 稍微在鍋子裡面 讓它停留一下 另外在紅爪的部分 我們讓這個湯汁的部分 味道會更棒 先把它放進去 放幾顆在裡面 八顆 放八顆 在裡面 這個要做一個熬煮的一個動作 菠菜的部分 你再拌炒 炒到有一點軟化之後 這時候 我們就要把豬肝也放進去 OK 有個這個順序在 OK 稍微再拌一下 對 陳醫師 你怎麼看這套料理 這套料理 其實非常的一個補血 我們知道這個菠菜 它是一個營養成分非常高的 以中藝來講 它會清熱而且開胸立足 裡面有豐富的這些營養素 當然像維他命A 這些對眼睛也很好 我想我們這個 以前就是這個波派 波派 波派 所以這個菠菜是一個非常好的 補血 羊血的一個食材 那一個豬材 另外豬肝 豬肝才是好東西 藝型補型 可以講是非常補血的一個東西 所以豬肝炒菠菜是非常好吃 因為它本身有非常多的體質 尤其講缺點性的貧血 營養不良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菠菜要先煮 再下豬肝 這樣做起來的口感才會好 好吃 沒錯 學起來了 好 我們現在這個藥膳高湯部分 在裡面就給它做一個滾煮之後 現在我們大概豬肝炒一下 大概好了嗎 我們就把它這樣穿去 OK 那我再補充一下 我剛才看到那個 我們雷師傅用的這個高湯 中藥的高湯 它是用四五湯 那四五湯裡面有四味中藥 當歸 穿窮 熟地 燒藥 其實在中藥裡面 中藥的配方裡面 很講究所謂的君臣所使 那這個以當歸為君 就是補血 養血 和血 其實部位不同 會有不同的作用 那如果是你刑氣活血止痛 就是要用這個所謂的當歸為 如果是補血 養血 就用全當歸 那第二個的穿窮 這個是一個在中藥裡面 非常經典的一個詞句 所以當歸穿窮 補血之外 還加上少藥的知音戀音 就是說補血以外還有知音戀音 熟地的話 那就是一個補血為主的 所以整個師傅湯來講 是在我們這個女性朋友裡面 或者我們貧血 缺血的人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部分 我們這道菜就完成了 這樣煮完就完成了 OK 好 我們這道幫你 護肝的料理就完成了 除了身上常常長一些 脂肪瘤之外 肝臟也會長一些 良性腫瘤 那除了這些 其實我們還會常常 所謂的淋巴結腫瘩 腸胃道也會常常長一些 來洗肉 那這些到底要不要處理呢 我們廣告之後會來告訴你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